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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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下面接著我們要談到的呢 要談到的是他所舉的例子 這個就從83頁的第二段開始 83頁的第二段開始 那麼我們會看到就是他在這個第二段裡面提到 就是黑格爾的美學不同於康德的探特力批判 探特力批判裡面沒有舉任何一個例子 沒有任何的一個藝術的作品 可是在這個黑格爾的美學裡面是太多例子 非常多 他講到很多各種不同的作品 那麼但是問題也在這裡 就是很多的作品黑格爾看過 你讀這個黑格爾美學沒看過 那就頭大了 因為不知道他究竟講的是什麼東西 沒有東西可以去對照 因為黑格爾的舉的這個作品 有些固然比較有名 可是有些呢 很可能是什麼 他在某一次的博物館 這個參觀的時候看到的 那對我們來講就不見得熟悉 就不見得熟悉 那麼在書裡面他提到說黑格爾舉了很多例子 他說呢 但是呢 他說這個 but a more contemporary example might be better 他說一個比較現代的例子 也許會比較好 那麼我們在這學期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介紹過黑爾維斯說他曾經在南非住過 那麼而且他在南非的時代 大概1990年代恰好就是什麼呢 就是南非從一個當時可能是全世界唯一的 這個種族隔離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民主的國家 種族隔離那絕對不可能是民主的對不對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投票 那你隔離什麼 那大家都有 大家這個權利都相等 那種族隔離其實是說某些種族他沒有投票權 對不對 只有某些人有投票權 而且是少數的人 所以他當時不是一個民主的這個國家 那麼然後他變成了一個民主的國家 那在這裡面當然產生了什麼 天翻地覆的一個改變 天翻地覆的改變 那麼他要讓我們看看的就是說 在南非這樣的一個重大的改變的 當時所出現的藝術的情況 而這個藝術的情況 他會跟他的時代連結在一起 那麼可是這就一個麻煩對不對 因為我們對南非並不熟悉 所以我知道什麼 去讀了一大堆關於南非的這個政治社會 經濟法律方面各種資料 但是我並不打算 就這門課變成在講南非 所以我給大家很簡單的一個敘述 就是在1990年代 因為我們的書裡面 他擺的重點是1992年 那麼1992年是什麼事情 就是南非這個首都 約翰尼斯堡那邊 有一個叫做Evan Everard Reed當代美術館 這個當代美術館開幕了 當代美術館開幕了 那麼在這個開幕的時候 他所放的作品是 既然叫當代美術館 所放的作品就是當時代的藝術家這個作品 那麼所以這個美術館其實就比較像是我們的 台北的這個北美館 因為台北有很多博物館 但是其實大部分的博物館都放一些老東西就是了 對不對 這個故宮博物院是最有名的 對不對 大陸客來一定會去看的 歷史博物館啊或者什麼 就是其他的這些博物館 那麼他放的都不是屬於當代的東西 大概北美館那個雙年展啊什麼 那個都是現在正在活躍的藝術家們 他們的這個作品 所以事實上是要擺在1992年來談 但是我們要大概的了解一下 在1992年前後所發生的事情 那麼第一件事情就是1990年的時候 這個南非的國父就是曼德拉 那麼各位可以從他的出生 這個1918到2013看到 他就在去年的年底的時候過世的 那時候新聞還很大 如果你流行到這件事情的話 那麼他從他在這個南非的老理 因為他本來是個律師 然後他就是為這個黑人爭這個人權 那麼所以他就被抓起來關 關了27年 那麼到1990年的時候 當時的南非的總統這個Klerk 下面有他的名字 Klerk 就釋放了他 釋放了他 那麼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釋放一個人 並不單單只是釋放一個人這樣的事 就好像一個藝術家他創作一個作品 那不是只是單單這個藝術家的事情 你要知道範谷創作這樣的一副作品 這個作品不是只是代表範谷 代表的是當時的荷蘭 代表的是當時的西歐 代表的是當時的這個後印象派 或者代表的是當時整個時代所產生的改變 這個改變具體而為的 這個濃縮在這個人的這個作品上面 所以你看到的不是只是這個人 你其實看到的 其實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或者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那麼曼德拉的這個獲釋其實代表了什麼 整個南非的一個政情要開始有大的變動 正是因為有這個 這個樣的一個觀念上的改變 所以才會什麼 才會釋放他 才會釋放他 因此在1990年的時候 就釋放了這個曼德拉 那麼曼德拉被釋放之後 他們當時到1991年 這個曼德拉以及其他的人 就開始運作一個機構 叫做COTESA 就是這個 Convention for Democratic South Africa 對不對 一個民主的南非的一個會議 那麼這個一個民主的南非的會議 就是開始討論南非政治上的改革 改革 那麼這個政治上的改革當然就包含了 怎麼樣的廢除種族隔離 以及讓南非走向一個全面的民主 或者只是走向這個部分的民主 或者也許只是開放一部分的權力給黑人 或者怎麼樣 那麼這個時候還都有待討論 所以這個時期就是從1991年開始 南非其實一方面在朝向的這個 廢除種族隔離這件事情進展 可是在另一方面它也有很多的動亂 為什麼 因為白人其實不肯完全的放棄掉 他們所具有的特權 所以他們只是想做某一種程度的讓步 可是曼德拉他事實上是要讓南非 這事實上是他的理想 也是當時很多的黑人共同的理想 甚至是有一部分的白人的理想 就是讓南非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的國家 因為這件事情其實在整個世界 就是很多國家都是變領主了 那南非呢到現在還不是 OK 那麼所以1992年的時候 這個當代美術館開幕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那裡面的作品 它這裡面所舉的其實就是 當時的這個美術館的作品 那麼到了1993年的時候 那個頒布了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那就頒給了曼德拉跟克勒克 那現在看起來 頒給克勒克其實不太需要了對不對 但是頒給曼德拉那是實至名歸的一件事情 那麼1992年當時因為什麼 就是克勒克他畢竟是什麼 是釋放這個曼德拉的人 而且他是以總統之尊 他願意什麼 就是願意來討論跟這個Codesa 跟這個南非的這個民主的這個會議 開始進行這個磋商或什麼 這個其實也算是一個還滿有度量 雖然他也一直想要捍衛這個白人的權利 然後整個社會在這樣的一個開會的過程裡面 也不斷的在產生動亂 因為這個民心思辨 這整個社會其實都已經在朝向這個方向在進展 可是沒有人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會不會什麼 反而因為這樣然後這個白人找了什麼 比如說鎮暴警察或者找了軍隊 然後讓南非這個走倒車或者怎麼樣 這個其實這時候都還在未定之天 但是國際上頒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你可以理解到事實上也在推波助瀾 想要幫助南非一臂之力 讓他朝向這個民主 那麼在1994年的時候呢 就制定了一個臨時的憲法 到1996年的時候 一個不臨時的就是真正的憲法才完成 那麼在制定這個臨時憲法之後 就開始普選總統 那麼就選出了曼德拉作為總統 那麼1996年呢 則是這個所謂的TRC開始運作 那麼這個TRC呢 稱之為叫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of Common Peace 它其實就是一個什麼 就是過去在種族隔離的時候 很多的人受到迫害 就是比如說台灣也有什麼228什麼委員會 對不對 那當時那些被迫害的人請求賠償或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當然什麼 需要知道真相 所以為什麼有Truth 就是想要了解真相 然後呢 可是也不是只是什麼 知道真相 也希望在這裡面能夠達到某種和解 因為這事實上是最重要的事情對不對 如果說目的只是要報仇 那整個社會會充滿仇恨 所以在這方面 這個都在考驗著這些政治家們的智慧 就是了解過去的真相是需要的 然後達到一個共同的認知 那麼也許要該給予懲罰 要給予懲罰 可是呢也希望整個社會能夠達到某種和解 而不是只是什麼 就是過去誰殺誰 所以這次把他殺掉 不要做到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麼他開始運作 這些如果你去看這樣的一個表述 看起來非常順利 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整個南非 那個社會是非常非常有很大的變動的 到處都在抗爭 到處都有暴動 那麼事實上也什麼 發生了很多的這個流血的事件 發生了很多流血的事件 這是當時這個南非的一個情況 大概你了解到這樣的一個情況就夠了 那麼這個就是曼德拉 他在去年的這個年底的時候過世 所以就有了這個照片 他其實看起來就是一個很慈祥的人 那我覺得他讓我很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寫到他這件事情 就是他回憶出獄的當天 關了27年對不對 把他關到牢 他說當我走出求是賣過 這是他後來所寫的回憶錄裡面寫的 他說賣過通往自由的監獄大門時 他說我這時候已經非常清楚了 我如果不能夠把悲痛跟怨恨留在身後 把他留在監獄裡面 他說那麼我其實仍然還在獄中 所以他已經打算了他不要去什麼 不要報復 這件事情他很清楚 他不是要去報復當時把我抓起來的人 或者怎麼樣 他覺得他還要繼續的往未來去走 因為他所真正在乎的是南非這個國家 所以他出獄後他一反以前的做法 因為通常律師就是什麼 就是蜘蛛必教對不對 追求公平正義 所以當初誰害了我多少 我現在就想辦法像基督三恩仇記一樣 該報恩的該報怨的都報 但是他不是他以極大的寬容跟自制力 那麼主張以和平的方式 跟南非的白人政權調解協商 那麼他在某些方面他堅持 就是南非要走向一個徹底的民主政治 這方面他很堅持 但是有關於私人的恩怨在那後面 他其實根本就完全不把他當作是一回事 我覺得這個是作為一個政治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德性 曼德拉他在1993年 1993年其實就是他拿到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拿到 因為諾貝爾和平獎都是在一年後面的時候才頒發 那麼他在1993年年初的時候 他那時候就來台灣訪問 因為台灣以前就是被認為 這幾個還不民主的國家就是台灣 那時候就是台灣還沒有解嚴的時候 然後南非然後以色列 就是這幾個就是經濟上 在某些方面發展的還相當的進步 但是還不是真正的民主的 那麼所以彼此之間其實都是互相觀摩的 那麼曼德拉那時候正在努力南非這件事情 所以他在1993年的時候他訪問了台灣 那台灣算是走在比南非這個快 就是這樣一個情形 OK 那麼如果了解這一點的話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當時的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麼他在這裡面他要特別強調的 這是這樣的一種時代性 他說But no one yet knows this 就是剛剛我們所看到的那個整個發展對不對 但是事實上沒有人知道真的會往這個方向發展 而且真的南非就實現民主 沒有人是叫做知道對不對 你頂多只是什麼 憧憬 但是你也抱著不安 你不知道還會死多少人流多少血 這些都是不知道的 那麼這個就是當時的社會的一個情形 我說這個才是我們真實生活的世界對不對 我們真實生活的世界不是我什麼都知道 那個就是後見之明 那個是米勒馬的貓頭鷹起飛的時候對不對 那個只是一天結束的時候你說 我知道今天發生什麼事 因為已經發生完了對不對 你當然知道 可是當你還在事情的當中的時候 你其實是不知道的對不對 你只知道 你也許你知道你的理想是什麼 你的夢是什麼 你想要怎樣 可是你不知道能不能夠實現 你不知道有多少的各種因素對不對 會不會什麼有老鼠尾 或者有什麼這個有什麼那個 然後這些東西到底會產生多少的影響 這些都是難以預料的 所以不到選舉的最後一刻 沒有人知道選舉的結果對不對 那麼這個真是自身在一個事件當中的人 他不可能不面臨的 那麼你可以看到在這裡面他所敘述的 他說 But no one knows this the air is heavy with change 充滿了改變對不對 and drive with uncertainty 以及充滿了這種不確定性 OK 那麼 in this heavy moment the art scene seem to express the yearnings 那麼現在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們所看到的藝術他的一個表現 他說在這樣的一個那個藝術的場面 他他似乎在表達的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yearnings 這個是他在這個八十三頁的這段裡面 他這個所談到的就是這裡面 表現出來的正是這樣的一種渴望 of the people 一群人的渴望 to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styles and lies of each other 就是想要接觸到對方 因為種族隔離的關係 這些人他們彼此之間 在整個生活上面是完全沒有接觸對方的 那麼所以這裡面我們會看到 在他們的藝術表現裡面 在這個90年代的藝術表現裡面 你可以看到什麼 這種藝術的不同型態的這個融合 因為南非他其實不單單只是種族隔離 就是說不是只是白種人跟黑種人 南非他有非常複雜的各個不同的黑人的種族 而且這些種族跟種族之間有些還有一些仇恨 還有一些血海深仇 那麼即便在白人之間這之間 因為是不同的歐洲移民的白人使用的語言也不一樣 所以南非的各種不同的語言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複雜 那麼有時候我們也會說 就是台灣現在其實你還感覺不到 就是台灣不是有什麼客家人對不對 台灣人 那麼然後有外省人或者什麼 那麼這些情況在過去它會產生很強烈的那種隔離 就是有些人比如說台灣人說不可以嫁這個客家人或者是外省人或者什麼 可能就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在 那麼這個其實就構成了某種隔離 但是在這個90年代的那裡面 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藝術作品裡面表現的這樣的一種渴望 這種渴望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contact with the styles and lives of each other to hear in each other's art the possibility of connection each with the other 那麼這個彼此之間的一個聯繫 to hear in that art the code of liberation from the strictures of separation imposed by social life, racial and cultural ideology and political facts 那麼這些這些人的 人心的東西其實在他們的藝術裡面已經表現出來了 這個大概就是他所要說的 他所要說的 所以藝術其實已經把這樣的一種東西已經呈現出來了 因為從社會 從制度 從這個實際的這個現實要去達到這個是困難的 可是從藝術是容易的 因為藝術很快就可以什麼 表現出人的想望 人的憧憬 人的這個要求這些東西 在藝術裡面很快就先表現出來的 那麼社會政治或者什麼 這些也跟著這一部分的想望在進行著 這個真正是為什麼我們說 所以一個社會跟藝術是不可分開的一個原因 那麼他在這個八十四頁中間的這一段 那麼他提到他說在這個居間的 Mixed place called South Africa 在這個稱之為南非的這樣的一個 就是非常多種族的 然後呢夾雜在很多不同的這個之間的這樣的一個地方 他說formally one among the ultimate experiments in Western modernist races 那麼一方面呢在從白人那邊所帶過來的 就是西方世界裡面的那個所謂的現代主義 那麼那個現代主義呢跟隨著他的呢 也是一種什麼種族主義 那種白人至上主義這樣的一種觀點對不對 那麼然後呢是他是呈顯在這樣的一個現代主義的 那些實驗裡面出現這些東西 那麼在另一方面呢則是什麼 這是另一方面有一個他稱之為叫多元主義的容忍的後現代之夢 那麼他說the postmodern dreams of pluralist toleration 那麼這個pluralist toleration也就是 lack of exclusivity 沒有不再排斥不再排除別的東西 那麼這樣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東西 and the pan availability of diverse cultural styles finally came into play 那麼在這個這個展覽裡面你看到 他的現代主義跟後現代主義幾乎結合在一起 混雜在一起 那麼南非他本來就是一個什麼就是非常複雜的一個社會 所以他們的藝術本來就有很強的實驗性 那麼當面對這樣的一個未來充滿各種可能的時候 他們的藝術的那種實驗性的味道就更加的濃厚了 那麼而且這種實驗你發現有各種不同的路徑 這顯示什麼呢 顯示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動亂的一個產生很大的改變的社會 正因為他是在這樣的一個社會 所以人的aspiration那個憧憬嚮望更強更高 所以那個藝術就更新盛為什麼 因為他表現出各種過去比如說在一個停滯的 沒有太多想望的就說我們的社會就是這樣 如果你就處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面 作為一個藝術家你也沒有什麼好的作品 因為你也沒有什麼太多的憧憬或者期待 你什麼時候有憧憬跟期待 當你對未來有很多的要求很多想像的時候 所以一個社會裡面很重要的讓這個藝術能夠推動的力量 其實正在什麼 這個社會有些什麼東西 就像我們在看到西方的一個藝術的高峰是什麼 印象派的時候 那個時候正是也是什麼 所有的人都什麼 這個面對一個新的時代 然後產生了很多想法觀念或什麼 那麼所以這個整個藝術因此就被推動 那相反的這個時代如果是病菸菸的 那麼覺得這個時代已經沒什麼著落 沒什麼出席 沒有什麼可能性了 那麼事實上這個藝術想要發展出什麼東西來 恐怕也很困難 也很困難 那麼南非的這個時候正是這樣的一個時代 所以他推動了他的藝術去進展 那麼這個情況就是像我們說的什麼多難新邦 或者是什麼生於憂患 我說在一個時代的那樣的一個不確定裡面 你會覺得說不確定讓你這個日子過得很難過 可是從另一方面來看 正是這樣的一種不確定 推促著你 所以讓人有更多的想像 讓人有更多的可能性 那麼反而什麼 讓各種文化的發展更加的蓬勃 對不對 所以你看那個中國哲學的發展 那個一個高峰是什麼 先秦 對不對 諸子百家 那個先秦是什麼 就是叫做春秋戰國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戰亂平仁的時代 對不對 可是正是在戰亂平仁的時代 那個到處都是戰爭 到處都是什麼 大家孤苦無一的時候 這個時候卻什麼 整個思想百花齊放 相反的如果這是一個什麼非常安定的 什麼都不變的的 一層不變的社會 說叫做什麼 歷史的終結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世界已經不會再有什麼新的東西了 大家也都沒有創造力了 因為沒有太多的想像 對不對 正是因為覺得什麼 未來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那麼這個時候才會什麼 有很大的一個發展 南非的這個情形其實很像我自己 在這個大概是二十幾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什麼 就是台灣解嚴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整個社會 你完全可以感受到一個氣氛 這個氣氛就是未來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樣的一個氣氛 然後那時候的台灣的出版品 是最多的 各種的雜誌期刊 幾乎都是正論性的 各種的雜誌期刊 不斷的出 不是只有校外 校園裡面也是 我到處都可以看到 那現在剛好反過來 現在沒有什麼什麼 在出期刊 那個這些戲的同學跟我說 他們要辦一個這個什麼戲的刊物 到現在還在難產 到現在還編不出來 那當時不是 當時是 當時的情況是整個 就是學校裡面任何一個社長都在出刊物 然後任何一個戲 戲辦刊物 然後大一辦刊物 大二辦刊物 大三辦刊物 大四辦刊物 所以哇 那個是看不完 看不完的東西 就到處都是 然後那裡面 你可以看到每個人都充滿了希望 現在我看到的情況剛好反過來 我們現在的社會會覺得好像每個人都覺得 畢業了之後就是失業了 覺得未來好像沒什麼希望 那個整個的氣氛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的情形 完全不一樣的情形 他現在在這裡面他所描述的 是南非的這時候的狀況 所以他描述這個我其實會有一些感受 這些感受就是當我在大概大學畢業 因為我剛好大學畢業後一年 然後那個時候臺灣解研 然後我就念研究所 對不對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可以完全感受到 那時候的一個氣氛跟現在的一種不同 OK 這個是他所提到的 那麼在這裡講到這個 所以他會提到就是什麼 這裡面就是因為有各種的想望 或者他提到的這個他說是Utopia 他說 I think of that moment in the South African art seeing as utopia 他說我會覺得 這是這個我們書的作者 Hervis 他說那時候的南非的那個場景 是一種烏托邦的場景 就是每個人都在期待著 想望著 憧憬著什麼 他說他是Utopia in the way that 他說他是烏托邦的在於 第一個 It's Optimism 就是他的樂觀主義 因為覺得未來有很多可能 所以會有一種樂觀主義在 那麼相反的 如果覺得未來沒有什麼可能 那就沒有樂 就會什麼 就悲觀 對不對 就變成是一種悲觀了 所以一個候選人當然要製造一個可能就是什麼 就是我來當市長 這個未來的可能性 有很大的可能性 而不是什麼我來當市長 消歸草水不會有什麼變化 大概不會這樣 除非那個時代剛好是一個變動的時代 大家就渴望安定 那麼如果不是的話 他們當然會希望有一些什麼樣的改變 那麼第一個就是這個Optimism 第二個It's highly indeterminacy 那麼他說 烏托邦還有一個特色 烏托邦就是什麼 不確定 對不對 什麼叫烏托邦 烏托邦就是想一想 然後也不知道能不能達到 這個就叫烏托邦 所以第一個是樂觀主義 第二個是不確定性 那麼第三個 It's exemplification of the capacity of artists to restitute connection between styles and persons 那麼這裡面他談到了他的一個什麼 exemplification 一個歷事性 這個歷事是什麼呢 就是藝術家的這個能力 藝術家的能力 那麼他的這個能力要去什麼 建立出人以及各種的風格之間的一個連結 是這樣的一種能力 那麼牽涉到這一點 那麼換句話說 讓所有的人不再只是什麼 這不再只是孤零零的個體 彼此之間有更多的這個關係了 那麼他說這些all exist as ideal models fo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itself 那麼這些都成為一個什麼 理想的一個模式 成為這個國家本身未來的一個理想模式 也就是說藝術它先行了 因為藝術你只要想得到的 你就可以創作為藝術 可是人的問題沒有那麼容易解決 制度的問題沒有那麼容易解決 他必須要不斷的協商不斷的什麼 那個所以藝術先行 那他事實上提供了一個模範 一個示範一個examplification 那麼這個歷史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作為社會接著要去走的一個前導 那麼他所顯示的真是什麼 是這些人他們的一個期待 這個期待 那麼這些期待一方面表現在藝術上 當然一方面也表現在可能在很多方面 包括宗教上 哲學上 社會各種方面 都呈現出來了 好 那麼我們瞭解到藝術它是需要這個燃料來進行的 那麼這個燃料就是我剛說的 它需要什麼 有很多的想像 而這個想像跟你的什麼 欲望 你的衝動 你的追求是關聯在一起的 所以要有這些東西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會有比如說浪漫的思想 當你談戀愛的時候對不對 所以當你談戀愛的時候 你創造出來的作品自然就會 自然就會什麼 充滿了一種浪漫或者什麼的情懷在當中 這個顯示出那樣的一種特色出來 那麼這些都是什麼 推進藝術所需要去進展的東西 推進一個社會也是同樣的需要這些東西 所以這方面來講 藝術跟社會其實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麼南非的這個藝術的實驗 其實在這方面就是什麼 向著各種不同的想像 各種不同的想話 渴望 各種不同的追求去進展 那每一個藝術家他們可能什麼 就是有的往這邊想 有的往那邊想 那麼南非的藝術實驗其實就在這裡面 呈顯了一個百花齊放 在這個二十世紀的九年代 呈顯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他在這個後面這個地方他提到 他說藝術Art is a beacon of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fields 就是藝術作為一個火把 作為社會以及政治領域的一個火把 它事實上是一個火把 那這個火把被什麼 前面的人拿在前頭 然後整個社會跟政治也跟著走 那麼所以你可以理解到 一個社會它在進展著 一個歷史在進展著 社會跟政治它有它的結構性的元素 它不可能變得那麼快 可是藝術遠遠的很快的走在這個前頭 像是一個 beacon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個是他在這裡所要表達的一個情形 那麼如果理解這一點就可以理解到 為什麼我們說藝術跟社會政治的這個領域 其實常常是這個沒有辦法分開來的 沒有辦法分開來的 那麼從黑格爾的這個觀點之後 我們會看到的就是照馬克思 來自於到整個德國後來的哲學 像法蘭克福學派或者是叫做批判理論 那些建構者就是有時候稱之為叫新馬克思主義者 那麼那些人在他們的整個的美學的思想裡面 很重要的都是藝術跟社會的關係 因為藝術是這個社會的一個反應 藝術是社會的一個反應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個藝術裡面看到這個社會 它追求些什麼東西 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甚至藝術的一個主動性也表現出來了 就是藝術也可以用來回頭過來批判這個社會 因為他如果他也什麼 就是在顧這個社會 他回頭過來批判這個社會 那麼提出從藝術的方式來提出他的這個 藝術的手法對不對 或者我在德國常常看到的就是什麼 他們的塗鴉 那整個柏林到處都是塗鴉 尤其是那種比較平民的地區 然後還有很多的捷運也是都被塗鴉 我在台灣看到就是說 比如說台北市政府就是什麼 弄一塊就是說這個地方是塗鴉區 所以我覺得這完全不符合那個塗鴉人的要求 塗鴉就是不可以塗鴉的地方 我去塗那才叫塗鴉 你弄一塊的時候叫你塗鴉 那不叫塗鴉 那個就是留一塊地給人畫畫而已 這個是跟社會跟藝術之間的一個關聯性 這個這樣的一種關聯性 好 那麼下面他提到在85頁的地方 85頁的地方 在這個中間這一段的第一行 他說 This leaves the sphere of art in the position of an idealized example for what happens slowly or not at all in other area of South African life 這個就是我剛剛所說的說藝術是走在前頭的對不對 他是把那走得慢的我們剛剛說的整個制度 社會 政治 經濟這些東西牽涉到人 牽涉到很多的妥協或者協商 這個沒辦法走那麼快 那麼藝術它提供了一個先例 一個走在前頭的這樣的一個東西 至於說後來會不會政治 經濟 社會 法律會不會跟上來 有的時候可能根本就不會發生 那只是什麼當時的人的理想對不對 但不見得在政治上能夠成真 所以他說for what happens slowly over what happens not at all what happens not at all 就是一點都沒發生 但是它即便沒有發生 它也象徵什麼 當時的人的渴望對不對 當你說人心思變 但是後來沒變成 那麼所以它事實上代表的真是那走在前頭的 那麼就是說如果可能 它希望能夠怎麼樣這樣的東西 這就是藝術所提供的 那麼他說and this is the Hegelian point 而黑格爾他在這裡面的一個觀點就是 the art is producing in idealized form a gesture which reveals the national aspiration by fulfilling it in a way hardly possible in other parts of social life 他說藝術其實正是在什麼 揭露出這樣的一個national aspiration 這樣的一個國家或民主的一個aspiration 這個是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對不對 一個你不是在畫那個已經有的東西 你其實在畫著一個你的理想 你的追求你的想望 那個東西才是重要的 所以他說which reveals the national aspiration 那麼他怎麼去reveal它呢 他說是by fulfilling it in a way hardly possible in other arts of social life 在社會生活的其他部分不太容易做到 或者根本就沒辦法做到 至少我的想像先做到對不對 那藝術表現的正是這個東西 正是這個東西 而這個東西並不是不存在 我意思說它實際上是什麼 是人的渴望只是它沒有最終 即便它最終沒有成真對不對 它沒有成真 但是它卻是什麼 這個社會的某個時代的一個氛圍對不對 所以它事實上也是什麼 也是現實裡面真實的部分 是reality裡面的一部分 這個是黑格爾的一個想法 或者是他的一個觀點 好 那麼講了這麼多都在講理論 那就是要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作品 就是這個everard Lee當代美術館 那麼1992年開幕才能的作品 那麼在我們書裡面一共提到了五件作品 他其實也就提了五件 那麼這五件作品分別的是在這個85頁 一直到這個86頁 這裡面他所提到的這些作品 那麼這些作品其實它有各式各樣的作品 尤其各位知道這個當代的藝術 絕對不是什麼 一定不是重規重矩就是油畫 或者是什麼 不是這樣 它很多的都是一種裝置性的 或者是一種比較特別的一種組合 那麼所以他在這個85頁的下面這段第三行 他提到The Galleries inaugural show contains painting, sculpture, pottery and mixed assemblies 這個mixed assemblies就是什麼 各種不同的東西的一個組裝的一種這個組合 或者有時候可能是某種裝置藝術的東西 而且因為它是處在一個不變動的時代 所以這裡面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事物呈現出來的 那麼在他所舉的那個例子裡面 第一個例子就是下面這段的第五行那個瓜服 他提到它就是一個fine mixed media painting 那麼它的這個標題就叫做暴動 就叫暴動這樣的一個作品 那麼它是一個繪畫的這個作品 這是他所提到的第一個作品 那麼第二個作品呢 則是在第七行那個瓜服裡面 那個Stefan Cohen他是一個裝置藝術 是一個裝置藝術 那麼在前面的那個第一個例子裡面 那個叫做暴動的那個作品裡面 他提到with a hole in the shape of a bomb blast cut out of its pictorial surface 他弄一個爆炸對不對 那個爆炸呢什麼 突破了他的畫面的那個邊緣 所以你好像看到一個爆炸 這個從那個繪畫炸出來那樣的一種感覺 我知道你們可能想看 但是我找不到那個作品 所以就是這五件作品 我的基本上我都沒有找到 那我只好去找這個畫家的其他作品 我找到的都是他們的其他作品 那麼可是可能他認為這幾件作品 或者說這幾件作品是在當時的那個畫展裡面所看到的 所以呢是就是在這個美術館所看到的 所以而這些作家的其他作品呢 可能不是在這一次的那個裡面的作品 不過你會看到他們的風格的接近之處 接近之處 那麼所以這個第一個這個作品 我沒有找到他的暴動 但是我找到什麼呢 這個OK 這個就是南非的這個美術館 它是一個非常現代的美術館 那麼這個建築本身就可以看得出來 OK 那麼這是他的另外一個作品 這個作品就已經寫在上面了 你們可以看得到 那麼他的作品都是這樣的 對 充滿了這個震撼力 那麼他說這裡所講的那個暴動 那個有個炸彈爆出來 那個沒有 可是你看這個叫做Fuck的作品 其實一樣的有這樣的一種震撼力在 這是我在這個網路上能夠找到他的作品 那麼第二個作品 我們剛剛說那個 Stefan Cohen的那個作品 他在這裡面提到他的那個作品的特色 就是下面他做了一些描述 從那個括號之後 他說 To my mind, the most exciting work in the ever-read contemporary inaugural show was sculpture 他說這裡面所有的作品 他說對他來講 最令人興奮的事實上是雕塑的部分 In a country where the twisting of trees the availability of hard words of all kinds the anthropomorphization suggested by animals and the ambience of traditional African carvings are ubiquitous sculture suggests itself a dramatic possibility of response 這個作品裡面他呈現的 他用的是那種我們剛剛說雕塑 但是他雕刻的東西用的是什麼 hard words 那是南非的特產 他們的那個木頭非常的硬 硬得像鐵一樣 然後用這種像鐵一樣的木頭 來做雕刻 非常有本土的味道 然後他所雕出來的東西 你看他說twisting of trees 扭曲的樹木 以及各種那種神跟人的那種同行的 那樣的一種動物的表現 那麼這個就是表現在 這個Steven Cohen的這個作品裡面 那麼這個我找到他的這個作品 是一個他說是seed for the rich 給有錢人的座位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給有錢人的座位 他那個座位裡面有一個窮人 而且黑人對不對 所以有錢人是什麼 坐在窮人的懷裡 對窮人只能夠什麼 就是抱著這個有錢人 這個for the rich on the left of the poor 對在那個窮人的懷裡的有錢人的座位 這個是他所做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作品 非常的什麼 非常的有那種諷刺的這樣的一個意味 然後這個家具其實是什麼 看起來是很豪華的 除了他上面所印的那個印象 然後他的那個椅子的那個 這個形狀那個線條是很高級的 因為這是一個給有錢人的這個位子 那麼他所使用的木桶都是南非的 我們剛剛說的那種特殊的那個印木所做的 這個是他這裡面所提到的這個第二件作品 那後面還有三件作品 我們留著下禮拜再繼續好了 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結束這個第二節的部分 然後進入到第三節 有關於黑格爾所談的這個藝術的媒介的概念 那麼在第二節的最後面 他舉了這個在我們書裡面 舉了這個南非的這個 Evergard Reed當代美術 當代美術館的這個 這個策展的作品 那在我們的書裡面 一共舉了五個作品 那這幾個作品 那這幾個作品呢 第一個作品 在這個八十 第一個作品到第四個作品 都在書裡面八十五頁的地方 因為這個第一個作品呢 就是這個暴動的這個作品 是這個Kendale Gears 他的這個作品 然後第二個作品呢 則是這個Stefan Cohen 他的這個作品 然後在那個作品裡面 他這個做的事實上是家具 事實上是家具的這個作品 然後第三個作品呢 這個第一個作品跟第二個作品 都在八十五頁下面這一段的瓜糊裡面 都在這個瓜糊裡面 那麼他在這裡面 他在談完第二個作品之後 那麼他聽到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南非的這個出產的這個原料 那麼這個原料呢 就是這個 他提到說 In a country where the twisting of trees the availability of hardwoods of all kinds 就是各式各樣的 映木類的樹木 那個 的那個森林 那麼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材料 就是如果我們把它分成形式跟資料的話 那麼材料的部分 就是南非這個產的這種hardwoods 那麼另外呢 在形式上呢 則是這個anthropomorphization 這個所謂的這個神人同行 換句話說把這個神 想成像是人那樣的一種情況 但是在這裡他更重要的是 設想的是這個動物 他是 suggested by animals and the ambience of traditional African carving 那麼這個是在這個 這裡他所提到的南非的一個特殊的東西 那麼所以在第三個作品 就是這個Shanfield 他的這個作品 叫Pioneers 前鋒 的這個作品裡面 那爾他提到了說 這個 他說是 a carved cow with various heads 就是牛 母牛 可是呢 有什麼 有很多個頭 然後呢 set on a pillar 然後他站在一根柱子的上面 is a statement about the old roots of 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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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rm life 他說這個 這個讓人想到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南非的這個bo bo是南非的其中的一個族群 那麼這個族群呢 是白種人 可是是 在南非是定居了很久的 那麼白種的鄉下的 比較鄉下的人 所以他提到他們的什麼 農村生活 布爾人的農村生活 那麼這個布爾人呢 大部分都來自於荷蘭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屬於 和義的這個南非人 而是這個根深蒂固的 就這個住在南非這邊的人 那麼 然後他說 and correspondingly the framing of black African by colonialism 那麼以及這個南非的黑人 讓我們想到布爾人跟南非的黑人 讓我們想到布爾人跟南非的黑人 因為他們是在這邊 這個定居比較久的的人 那麼 然後呢 他就談到的這個 Chanfair的這個作品 the sculpture is carved from brown wood and partially painted white on its sides are small paintings of black African in suits and ties done in a style and frame that one would find at an out-of-the-way country auction 這個out-of-the-way就是不走正途的 換句話說 就是不是一般性的的那種 auction就是拍賣 這一個拍賣市場上面的那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他說 the work is both an avishly nostalgic Nostalgic就是私鄉的想念故鄉的 換句話說他讓我們想到什麼 南非那種很傳統的農村的那樣的一種生活 可是又是critical 因為他在那裡面又暴露了這個 在現代化的過程裡面 這個人所遇到的一個情形 那這個是這個Chanfair 他提到這個Chanfair的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是一個叫做Sri Hedibu 就是一個三個頭的牛 這個牛是公牛 不是母牛 但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它很特別 對 它的那個雕刻非常的純樸 很簡單的線條 然後上面的那個牛 你看到那個牛頭的部分 它有特殊的顏色 然後有三個頭 有三個頭 那麼這個是Chanfair其中的一個作品 那麼這個是他在這裡面所提到 那這些作品都是用南非的映幕所雕刻的 那麼第四個作品 則是在85頁的倒數第二行 那麼這個是Gue du Trois 這個大概是個法國人還是怎麼樣 這個至少是法文的一個名字 這一個雕塑的系列 那麼這個雕塑的系列是船岸的系列 那麼它裡面的東西都非常的大型 用的是個什麼Pediment 那麼他說有1.5公尺的這個高度 然後把這些1.5公尺的這個三角梅排列起來 構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場景 這個是第四件作品 第四件作品 那麼它後面好像描述了這個作品裡面的這個大 就是它提到說在那個86頁的上面那一段 最後一句話就是最後四行 他說but the pediment 就是那個三角梅或者三星牆 also look like a miniature version of the huge, cruel and an automated concrete slabs that compose faces and totalitarian architecture of the apartheid state 就是這個種族隔離國家裡面那種法西斯 以及那種極權的那種感受 因為它的那個特點 極權主義國家的那種藝術的特點 就是都非常的龐大 然後造成一種崇高的效果 那麼它的這個作品產生這樣的一個效果 不過在這個投影片裡 你可以看到這實際上是一個比較小型的一個雕刻 那麼這個刻的是一隻小公雞 OK 那麼最後在86頁的中間這段 它提到了最後一個作品 而且它整段在描寫這個作品 就是這個名字叫Maswan Ghanis 的這個作品 那麼這個作品它提到說這個作品的第一個就是什麼 有錢人The rich man 對不對 A rich man 那麼他說這個 rich man 這個作品 這個作品也是用南非的硬木雕刻的 所以它carving in lay wood Lay 是鉛 對不對 所以lay wood 是鉛木 那一定也是很硬的一種木頭 of an oversized laden man who is dressed in a suit a tie 就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which he also holds and a yellow shirt 然後這個穿著這個黃色的襯衫 然後他的描述 他所刻的這個人 The man's face is distended parity of a white man's face 臉看起來是一個白種人的臉 and the whole world brings with parity 但是充滿了一種諷刺的那種古蹟的一種樣貌 然後他提到說這個Maswan Ghanis has given that white man's face the picture of a black African 這是一個白種人 但是他的臉上又顯露出一個南非黑人的那個特徵 換句話說 他這個什麼 白人不白人 黑人不黑人 就是黑白混合在他的這個面容上面 就好像有些這個繪畫或者是雕刻 對不對 他故意男不男 或者女不女 或者你根本看不出他究竟是男還是女 那麼在這裡他也做了這樣的一個手法 就是讓他這個 明明是個黑人 但是穿著西裝打著領帶 通常穿西裝打領帶的這個是白種人 對不對 那他就是一個白種人 可是又給了他一些黑人的特徵 又給了他一些黑人的特徵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麼然後他提到說 One scouts the other finally in an image of oneself and it is oneself including one's differences from others that one must finally learn to take pleasure in yet the image of oneself projected onto the other it is also the point of such wooden sculptures and newly composed painting to show is never as it were cast in stone 他從來不是什麼 用石頭雕刻的 為什麼 用石頭雕刻的就改不了 可是木頭雕刻的改得了 換句話說 你再稍微再說一些修飾 他就什麼 從白人的特徵變黑人的特徵 或者是從黑人的特徵變白人的特徵 原來黑人跟白人也可以是這樣換來換去的 這是這樣的一個特點 雖然他用的是硬木 那麼這個硬木很不容易換 但是基本上還是可以換的 那麼這個就是這個藝術家 Maswagany 他跟他的作品 那麼這個作品 刻一個黑人 那麼另外呢 就是他 這個是他的這個 這個不是他 我們書裡面所寫的那個The Rich Man 但是很類似 他是Man Clespin Tie 對不對 他是一個男人 然後呢 他抓著他的領帶 就是抓著一個領帶 可是各位可以在這個木頭所刻的這個人的臉孔上面看到 他事實上是有一些黑人的特徵在的 是有一些黑人的特徵在的 所以他在這裡面 多少也有一些諷刺的意味 這是什麼 一個黑人想要弄得自己像白人一樣 對不對 就像現在的這種美容 或者是瘦身什麼的 其實很多人事實上是想要把自己 變得像是白種人 所以把頭髮染成比如說金黃色 或者是把自己的什麼這個皮膚弄得很白 弄得很白 以及等等諸如此類的 很有趣的是在歐洲 我看到的是白種人拼命的要把自己曬成黑一點 這樣的情況 可是這個在亞洲的國家 其實是希望自己變得像白人 然後最好長得高挑 就像白人一樣高挑等等 那麼在南非的這種黑人跟白人的一個相處的模式 過程裡面 那麼多多少少也有這些心理上的因素 那麼這個 Maswangani他在創作這些東西的時候 他也把這點給顯露了出來 這是另外的一個 另外的一個雕塑的作品 這些作品都很類似 那麼雖然他不是前面他所提到的那個 The rich man 真是很類似 你看這個是一個男人把他的手插在口袋裡 Man with hand in pocket 那麼一樣的 也就是什麼 插在口袋裡看起來很瀟灑 對不對 那麼一樣的 這是一個當時的 在種族還隔離的時候 這個白人的穿著 可是他的面容又有一些黑人的特徵在 就是黑人的特徵在 OK 這個大概至上 這大概就是他在這裡面所舉的一些作品 那麼這些作品大概都讓我們看到當時 這個南非的社會裡面的一些情況 那麼在86 到87 葉的這一段 那麼等於他做了一點這個結論 做了一個結論 在這個結論裡面86 葉的第二行 那麼等於把前面所談到的東西 這個又做了一個說明 他說 Because art is an inspiration of the aspirations of place and time 這個是我們之前就已經強調過的對不對 就是黑格爾的這種社會表現的美學 他事實上是什麼 是這個某一個地方 某一段時間裡面 這個社會民眾或者群體的一種想望 一種期待的一種表現 他說因為藝術是這樣被理解 就是理解為是這樣的一種想望的表現 所以藝術就有什麼 art has a history 藝術就有一個歷史 為什麼 因為想望會改變的 這個在一個人群裡面 人所追求的那個渴望 即便是落在一個人的身上 那麼他的這個希望也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你在高中時候的希望 跟你在大學時候的希望就不會一樣 同樣的你大學時候的希望跟你大學畢業 不管你在做什麼事情 那時候的aspiration又是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同樣的在一個社會裡面也是如此 對?就是這個台灣 比如說六年前的時候的aspiration 跟現在的aspiration就是不一樣對不對? 所以那個投票 這個投給誰就差很多對不對? 以前大勝的現在大敗對不對? 以前大敗的現在大勝等等諸如此類 這都顯示什麼?顯示這整個社會 那個aspiration是在改變的 那麼他這裡提到 他說所以這個 如果藝術正是這個aspiration的一個表現的話 那麼藝術當然也是一樣的 他也在改變著 所以藝術會有一個歷史 會有一個歷史 那麼如果就是這個藝術的創作者 他事實上是跟著這個民眾 就像這些做搞政治的人 他們也要跟著民眾 那麼搞政治的人 因此他們也要什麼? 也要不斷地在調整他們的說法 他們的口號 他們的號召 他們的標語等等 如果搞政治是需要這樣的 那麼事實上藝術也同樣如此 因為整個社會的脈動已經在改變了 那麼照理說藝術的呈現應該也不一樣 那麼在這個情況下 藝術當然就有一個歷史對不對? 藝術的歷史 那歷史是一個重要的 為了解它的背後的歷史 那麼這個歷史 他說在我們了解這個藝術作品 在欣賞這個藝術作品裡面 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換句話說 了解這個藝術作品 跟了解它的背後的歷史 了解這個時候的社會的特徵 事實上是關聯在一起的 關聯在一起的 那麼它下面事實上就用南非這個 這個又說了一次 這個我想不需要再多說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 從Higer這個社會表現美學來看待 那麼為什麼這個所謂的藝術 因而變成是一種藝術史 OK 那麼在這裡 它下面它問了兩個問題 在86頁的大概倒數第七行以下 那麼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藝術要有一個歷史 我想這個問題已經不需要再說了 就是依據這個Higer的社會表現美學 所以藝術是有一個歷史在的 Why should art have history? 第二個問題是 Why should this history matter at all for our appreciation of its beauty and power? 那麼第二個問題就是 問這個歷史在我們對它的這個欣賞裡面 為什麼它是這個重要的 為什麼它有這樣的一個影響力 那麼它在這裡面就做了一個這個回答 是在86頁的倒數第五行 他說This is Hegel's answer 那麼他說Art is not mere entertainment 就是藝術不是消遣娛樂 不是這樣的東西 Consumer item for the pleasures of taste 不是一個屬於這個人的品味 樂趣的那個消費 那麼他說這個就是Hume的觀點 把藝術當作 藝術就是什麼 玩一玩 那麼它跟整個社會 跟你的時代完全是脫離關係的 他說不是這樣子 那麼同樣的藝術也不是 Not is it a universalized moral exemplar in virtue of abstracted form as Kant would have it 那麼對於Hegar來講 藝術也不是什麼 一個普遍的道德的一個歷史 就是作為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所講的這個美式道德的象徵 那麼它似乎什麼 象徵出這個普遍的道德 那麼對於Hegar來講 沒有這樣的普遍性 所有的東西事實上都隨著整個時代在改變著 所以並不會有一個什麼 普遍的一個美的觀點 美的觀點 那麼所以它在這個下面提出就是Hegar的這個觀點 其實大概你從前面大概已經可以了解到 所以他說86月倒數第二盤 Art is a concrete action in concrete media 這裡強調說什麼 具體對不對 具體 這個具體就是什麼 落在你的生活的脈絡當中 藝術是一個具體的行動 在具體的這個媒介裡的具體的行動 那麼然後呢 It's impressive of the aspiration of the age 那麼表現了這個時代的想望 對不對 所以這裡 It's impressive aspiration 那麼這是重要的字眼 This is for Hegel What history is essential to its understanding Because it speaks to history 因為這個藝術是在對歷史講話著的 藝術是在對歷史講話著的 那麼這個大概就是我們在這個第二節 這個所看到的 那他也舉了這個南非這樣的一個例子來說明 就是藝術成為一種藝術史這樣的一個觀點 這個觀點對當代的藝術的影響相當的大 我們在之前提到過說你很少找到一個真正 只是純粹就叫做藝術科系或者藝術研究所 因為當他變成是一種藝術學的研究的時候 那麼他通常是落在歷史裡面 所以就變成藝術史的研究所 那麼許多的這個當代的美學的流派 那麼事實上他們也都把這個藝術跟這個社會是連結在一起的 都是連結在一起的 像我們在前面所看到的這個法蘭克福學派 像賓亞民 像阿東諾等等他們的觀點 都是這樣的一種觀點 那麼你可以說這是其來有致的 這個從這個19世紀黑格爾的時候 那麼大概就抱持這樣的一個觀點 那麼從接著的就是馬克思 來自於所謂的這個新馬克思主義或者西方馬克思主義 那麼幾乎都是這樣的一種就是左派的觀點 幾乎都把藝術跟社會是連結在一起的 好, 球 相機的其實 計算是階級的 那麼多藝術 就算是在一起的